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Alternalsis裡面的implase 這個東西是讓各位 因為老師都用過propay 所以事實上很接近 那您看到有簡報 你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 你看教編拿出來 好 教編也要 不然某紙這裡你又看不到 好 那這個東西各位老師一看就知道像什麼 文字技術師 所以他也有 對不對 好 那你兩下看這個是我的資料 那我在YouTube上面有我的頻道 如果老師有看就切到我的頻道 我會把演習的 錄影的我都放在那邊 那我去過哪裡就留我的地圖 所以蠻好玩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事實上我們今天主要的目的大概有幾個 implase其實各位老師不用花太多時間就會上手 只是你要轉換不同軟體而已 而且用得心安理得 對不對 因為你不用破解幹嘛的 那首先我們這個簡報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什麼 辦本嗎 辦本嗎 不這樣子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用 又不是都是美工科技出身的 大家都美工那麼好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介紹一些免這個辦本 讓老師就用的時候不用想太多 直接拿來就用 當然其實從OBIS2007之後 OBIS2007之後 它有很多辦本蠻不錯的 所以你也可以考慮 反正這管制那邊也好 你用impase這邊也好 都可以共通 都可以共通 所以您不用擔心 當然有了 但本家您可能還需要找一些什麼 免費的圖庫 對不對 圖庫再來弄 那等待您的這個 外觀做好了 您可能就會簽做到什麼 製作的問題 請問老師在做操控的時候 有沒有用過母片 母片呢 點頭的不多 所以很可能 大家比較常做的方法就是 複製貼帳 複製貼帳 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呢 如果您常常這樣做 去做的時候沒有問題 改的時候才是痛苦的開始 因為沒有用母片做的時候 你要改的時候 會花比較多時間 只有他那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會把一些跟製作有關係 編輯有關係的問題跟老師提出來 所以我們對這些課 這個延期不會讓各位說 怎麼打開檔案去做那些東西 太簡單了 對各位老師太簡單 所以我們都是講問題 那最後 如果您的簡報做完了 要怎麼做對不對 老師平常用簡報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快速鍵 他會像我這樣拿起來畫畫嗎 不會 可是我的自己可以在這裡畫 我還可以打到別的地方畫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要畫的時候 你可能是在螢幕上對不對 甚至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 翻大一點 這樣在看不是比較容易嗎 所以簡報做之後的時候 或者老師您在教學的時候 有些時候是不是需要這樣的東西 看得比較清楚 尤其是像網址或英文的部分 比較方便 那這時候呢 都是我們在簡報上映的時候 您可能會需要應用大的 因為有些知道 也許不適合在簡報的面對 可是教學還是會用大 最後 簡報的分享 你在分享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也是很環保 不用印出來 對不對 但是有些說難免你可能還是要 比較正式談 也許那些簡報之外 你要是比較把它印出來 或者是 最後處理的時候 怎麼去分享比較好 所以我們把這幾個問題 把它提出來 讓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來看看 免費的範本 簡報範本 老師說真的 我錄的大概幾個 事實上老師只要會關鍵字 以後你就會答 好啊 請問範本的關鍵字是哪一個 你看看所有裡面都有的 就只有這一個 對不對 不過大部分因為是範本 所以我們通常加S 所以其實老師只要會找這個就好了 那因為你找範本 所以大部分 你可以再加上 PowerPoint 因為大部分你簡報還是以 PowerPoint為比較多 那當然你找Inplace的 也可以找到一些 所以都好 那這些人家都幫你做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 您如果移到這個上面 這個我沒有做抄電機 沒有關係 您的簡報裡面都有 各位老師千萬不要很衝動 從這邊你把它複製起來再去看就好了 因為我現在還在簡報中 所以那個不能改 沒關係 來 我把這個先停掉一下 來 回到這邊 平常老師要這樣全選 你都怎麼做 可以用拖曳的對不對 其實上你也可以點兩下 這是一個自選卡 這個到底在握的也一樣 握的也一樣 如果只選一個字不夠 你就連按三次 原來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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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兵大門最好分門別類的 說真的,這些版本買到比較少 國外的人比較會做 台灣的真的很少 台灣的大部分都是賣錢的 而且通常都賣得不好,所以在外面看不到 都一段時間就不見了 你可以找看看,下面這邊也有打一些比較popular的 比較有褐色的,把它列出來 比如說你想要這個的你就點進去 好,那您看一看 這裡面 OK 如果你想要這個東西 這裡有沒有一個翻譯 放大一點 翻譯 老師網路的翻譯,稍小應該會 我又做錯事情了 老師從IE7以後就有這個功能 但是呢我必須告訴各位 火湖或Google量器 人家一出生就有 如果7以後才有 哪一個呢? 您試上來這邊 他的快速鍵呢 您看這裡 平常以前我們都會做那個大跟小 大跟小 您過來這邊 很怕快速鍵就是檢測加跟減 檢測加上 我大便都用數字鍵旁這邊 檢測加跟減 雖然我們現在很常看到網路上不是有大跟小嗎 但是那個不夠看 那個太麻煩 你直接檢測加減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是百跟百的 就是原本 原汁原味的 所以如果我不需要 偶爾的工具就可以有放大的效果 連圖片都整個都放大 這樣我們再看比較容易 當然您記得如果需要就再把它調回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你把它按一下 這是一個DIP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麼其他的也都是一樣 另外他在炒的過程我先講另外一個 好 我們來這邊看 你看這裡還有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那麼我再往下看 這邊 這邊也都是 另外這裡 我看一下 這一邊 好 找這個好了 有沒有 1、2、3 就全部選起來了 那我們再來 考另外一個 好 那您看到 事實上國外有很多的這種 蛋本 它是 商業跟免費的 都在一起 也就是說 它是商業的 但是難道習慣於部分 給你試用 給你用 用看看 所以 我在這邊 我一直找free的 你知道 您進來之後事實上都是有 在free這邊 你就看看哪一個 您覺得比較喜歡的 賣幾年 滑過去看看 它會給你看 大部分會有 兩到三頁左右 一般我們撿到 最單品就是有一個封面 對不對 然後再用內頁 一到兩頁 一到兩頁 假設你覺得這個OK 符合你的需要 或者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符合的需要 這真的每頁都要用 也許我只喜歡封面 對不對 好 那 反正您要的 就直接把它下載就好了 好 這個要log in的 但是 你可以去註冊一下 再來下載 那我更快問一下 老師 請問 您有沒有發現 有很多地方都要註冊 老師都很乖 都用自己的 學校信箱 去註冊嗎 是嗎 真的那麼乖 那你們學校信箱不是老師收到垃圾信嗎 那洪老師就很累了 對不對 你們垃圾信很多的 我們介紹一個關鍵字好不好 如果說尤其像這種網站你不常去偶爾去一下 不要老是把自己的 E-mail曝露在外 這樣人家就比較容易收集到你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找一個關鍵字 我們到Google找好了 大家眼鏡都有戴過什麼 有沒有戴過拋棄式的 所以呢 我們的信箱 有看到了嗎 信箱也有拋棄式的 小平坚等會 給他10分鐘就可以了 好 你就輪過去 他就會自動當中產生一個信箱 就要到這裡 你就要做個去註冊 然後他的註冊的資料就寄到那邊10分鐘自動資訊 永遠找不到你 這樣可以嗎 所以 我想呢 免費的那個簡報版本 老師只要掌握這個關鍵字就沒問題了 您可以自己去找看看 反正大家都有人會搜尋嘛 對不對 那我就先 暫時 在這邊 等一下我們再看免費的圖庫的部分 好 好 中文字幕——YK